中小学生意外死亡 都会发生数起中小学生溺水死亡事故 他们通常在无人安全监管的情况下 结伴来到无人看管的河湖 池塘 水库等野外水域游泳 从而引发悲剧 实在让人心痛 2015年4月5日下午 在汕头市朝阳区金造镇一个小型水库 发生了一起孩子落水全家救援 导致七人意外溺亡事故 其中包括三名孩子 最小者仅13岁 2015年4月26日中午 在葫芦岛市建昌县 多名少年到山脚下的一个水坑野狱 发生少年溺亡事件 共有六名少年死亡 在众多的儿童溺水事件中 一人遇险其他孩子盲目失救 如手拉手救人 是导致死亡人数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学们 当遇到同伴溺水时 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手拉手救人呢 那我们该如何正确失救呢 现在我们就来通过实验的方式 告诉大家 一 手拉手救人实验 当我们看到有同伴落水时 我们往往会采取手拉手的方式 想将同伴拉起 又或者是在自己会运用的情况下 跳入手中救人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刚才我们说到 不能手拉手进行施救 那么我们在现场 就准备了一些设备 进行一场实验 首先我们在现场 准备了一个破度为30度的斜坡 来模拟水库和河岸的堤坝 我们将弹簧秤固定在坡道的顶端 来测量我们手拉手施救时 需要承担多重的贺载 第一项实验 是当一名同伴去救溺水者时 这名同伴需要承受多大的力 首先我们让落水者抓住弹簧秤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弹簧秤的显示数值是多少 数值读数为20公斤左右 这就意味着 如果要将一名体重约47公斤的儿童拉住 至少需要20公斤左右的力 我们利用握力器再来测试一下 一名普通的小学生所能承受的极限握力是多少 我们将一个握力器交给两名小学四年级的同学 让他们用力握住仪器 测得女生的握力是12.9公斤 男生为14.4公斤 所以我们估算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平均握力为13到14公斤左右 这就证明 单单依靠一名儿童的力量 是根本不足以将落水儿童拉上岸的 此时或许我们可以想到的就是人多力量大 但是如果伙伴们手拉手相互进行施救时 那么情况会不会有所好转呢 我们模拟了两个在坡道上手拉手援救一名落水小伙伴的实验 两位手拉手的同伴在岸上拉住弹簧秤的一端 第一次实验是当弹簧秤显示6.8公斤时 在斜坡上的同伴已经无法拉住 同伴连同落水者一起滑入水中 第二次实验时 当弹簧秤显示7.4公斤时 结果与第一次实验相同 同伴连同落水者一起滑入水中 第三次实验开始前 我们对手拉手的同伴进行了一定的指导 但是当弹簧秤显示9.7公斤时 营救仍然以失败告终 刚才我们看到 施救人员的增加 不仅没有使施救变得更加的容易 反而使施救变得更加的困难 因为第三名同学不仅要承担拉起落水者的重量 还要分担前一名同学的体重 因此在接近极限握力的情况下 第三名同学就会被迫放手 导致前面的同学纷纷掉落水中 同学们 通过上面简单的实验 我们就能知道 当遇到同伴溺水时 一 我们不能直接跳到水中救人 二 不能采取手拉手救人 如果采取手拉手救人 不仅可能救不了同伴 甚至连我们自己也可能被同伴一起拉到水中 极易酿成悲剧 如果发生同伴溺水 我们该怎么办呢 请接着往下看 二 如何正确施救 除了有些孩子会手拉手进行施救以外 还有些孩子甚至会直接跳入水中进行施救 这样反而会更加危险 下面我们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小方法 不仅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用于自救 更加可以用于护救 在这里我们准备了一些常见的物品 有塑料袋 书包 衣物 和一些常见的塑料瓶 当我们不愿意落水时 如果身边正好有废弃的可可瓶 可将我们的双手扶住瓶身 顶住下巴 以帮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 如果有塑料袋 可以将塑料袋扣住我们的腹部 保持冷静 利用塑料袋中的空气帮助我们上浮 在施救的过程中 首先要保证自身的安全 最好不要将自己的四肢用于施救 应采用物品进行施救 如果在施救的过程当中 发现自己体力不支时 可及时放手 然后再次组织进行施救 施救时 我们可将塑料瓶放入书包中 抛给落水者 作为简易的救生工具 可利用小树枝 鱼竿等物品间接进行施救 儿童切不可下水进行施救 我们还可以利用长绳施救 首先将绳子一端细在固定物上 然后用一只手捋绳子 将捋好的绳子推入另一只手中挂住 反复操作 至整根绳子都在手中 然后将绕好的绳子从下面向前刨出 在遇到逆水发生时 一 不要慌张 保持冷静 在周围有大人的情况下 要先寻求大人的帮助 二 不能盲目下水 要利用物品间接施救 如可乐瓶 塑料袋 泡沫箱等 三 利用长绳时 要先将长绳的一端固定在 坚固稳定的物品上 如树干 建筑物的立柱等 我们支持同学们 敬意勇为的行为 但是 首先要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开展积极有效的施救方式 这才是营救的关键 同学们 临近夏天 溺水又将进入高发季节 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家庭的幸福 我们一定要 真爱生命 预防溺水 做到 不私自下水游泳 不擅自与他人 结伴游泳 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 不到无安全设施 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擅自下水施救 尤其遇到同伴溺水时 避免手拉手 盲目失救 应立即寻求成员帮助 或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采取智慧救援措施 最后 祝同学们 安全 健康 快乐 成长 学习进步 学习进步 学习进步